新闻暖暖包 新闻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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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2年就成立了 其实我们当初的组成成员 其实就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 肿瘤科的医师 肿瘤科的护理人员 然后还有我们服务过的 还有跟家属 因为我们觉得说 从他的很多的经验值 我们发觉病人离开了医院之后 他回归到社区之后 事实上社区里面 能够给予的资源资讯 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 其实是非常的少 那病人得要非常的辛苦的 是自己去找寻 自己去碰壁以后 有点像是自己得要 很吞血式的来适应这样的环境 我们就觉得非常不舍 他们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 所以我们也因此才会觉得说 我们如何可以在社区里面 去衔接这一块的努力 让我们的病人走得更顺利 所以是在等于是 他们接受治疗完之后 回到家里面的 以后的一些相关的协助吗 没错 对 那尤其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 确实这个 随着当年的那个住院的时间 我们现在住院的时间 都越来越短了 那病人常常在医院里面 一离开 可能身上都还要背着 很多的管子回家 对 他当他背管子回家 那社区里面是 谁可以提供他 这些的讯息跟支持 能够让他顺利的 度过这些时间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原来回到家之后 还有这些事情 他们很多还没有生病 或者说刚刚知道说 可能要治疗癌症的 这些病友来讲 他们可能会想说 我应该就是到医院 接受这个癌症的治疗完之后 应该就是跟原来一样 就是一个人这样子离开 不是说身上戴着管子 这样子离开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印象 没有错 因为在现在随着说 我们的医疗比较进步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知道 像我们有时候 如果去医院就会看到 那急诊非常多的人 都等着在住院 所以事实上 病人的住院时间 如果能够在疾病上 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医院一定会请病人 能够回家 因为事实上 医院是个感染源 也很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些 为了自身安全考量 其实我们都希望 病人能够快速的 治疗稳定下来的一个状况 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去修养 对 所以这个事实上 住院的时间 其实是一直不断地 在缩短钟 哦 对 可是那像 即使是癌友 他在经过 比如说手术治疗 或者是说化疗之后 回去 等于是慢慢地修养 可是他除了说是 身体上面的 这个一些病痛 可能我们需要去关心之外 会有些在心理上面 就是说 我们也会去了解说 他是不是有些 比如说怎么样 能够意志力 够不够坚强 这部分我们会不会 也会去做一些关心呢 这当然是 因为一个癌症 对于 不是对于一个病人的冲突 它其实是一个挑战 直接挑战一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病人除了说 他在刚诊断的时候 他除了要知道 这么一个重大的讯息的冲击以外 事实上 他们很重要的一块过程 就是在做调试 对 病人要做调试 那他的调试 包括他原来的 自己的生活的态度 另外 如何要能够强化他的信心 然后要能够帮他去协助 知道活下去的目标 等等的这东西 其实这都非常需要 我们能够再推他们一把的力气 让他们能够再尽快的 再恢复这段时间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社会 那像我们基金会通常是会由医院那边转接来的 还是说是通常都是病友 他们自己打电话来跟我们这边求助了 我们目前自己在看到我们自己介绍的服务对象的时候 我们大概已经有快要五成的病人 其实他会借由各种的讯息是会找到我们 对那另外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大概三成的病人呢 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些医疗院所会转给我们 因为现在在医院里面都有叫癌症资源中心 全台湾有66家医院 有癌症资源中心 这些资源中心的伙伴会把他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病人的状况 然后需要我们帮忙会转接给我们 那另外当然就还有剩下20%的可能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机构 会把需要的个案转给我们 是所以除了说是癌友之外 他自己本身可能需要在身心方面一些调试 还有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修养 他的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关怀 就是我可能要照顾我家里面有一个癌症的一个家人 那当然身心方面他们也会付出很多 也会比较疲惫 这个时候我们基基会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协助吗 也会有吗 有 我们家庭照顾者 其实他真的最后常常会耗劫了自己 因为他除了要去照顾病人的身体 那他常常在情绪上面 因为病人有时候在疾病难过的时候 他有时候气没出发 可能就直接发在他最亲近的家人的身上 对 所以家人的部分 我们如何要能够给予他支持 能够给予他支持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基金会有办非常多的课程 除了是教育性的课程 还有很多的就是找同侪 然后同样家属的背景呢 可以跟他们做一些的分享 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成为照顾伙伴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不孤单的 是 我们基金会有曾经接到过比较特别的一些电话吗 比如说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然后也许是来跟我们基金会怎么样的一个求援 有没有是比较特别的一些案例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这里服务看到 每一个个案每一个故事 其实后面的那个动人的过程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故事 当然我们也会碰到的是说像快要结婚的 快要结婚的病人 对 那就是在结婚前 然后他就被诊断为癌症 那事实上一个癌症对他的冲击 他就会想到说他的婚姻能不能确保 或者是再下来 他如果治疗 他治疗的话 如果他掉了头发 那他如何去面对自己跟面对未来的家庭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有时候还要知道说 有时候治疗 化学治疗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对他们来讲 也会非常的担心 他未来还有没有生育的机会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他并不是只有一个当下的冲击 那像这些病友 可能在经过这些恢复过程以后 他未来有可能能不能再回到他原来的职场 对 这些一连串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看到这些病人 是非常的觉得他们的是勇敢又不舍 没错 其实这个除了说是癌症 或是病友 他们自己身上要去承受这个身心的煎熬之外 其实还有的就是一些对于未知 未来的一些未知 一些害怕感 或者说一些疑惑 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 我们能不能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基金会能够提供他们 就是说你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有气 讲到这个鼓励跟有气 其实很多人 有的听众也可能会跟我一样 就说我如果碰到我一个好朋友 或者是我的同学 或者是我同事 有碰到他们如果是离婚癌症的话 我们都是通常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需要一些技巧 需要去学习的 对 这个真的是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 可能常常都会 都会去告诉对方 可能我的朋友自己遇到癌症 我们一般人很常会说 你要勇敢 你要勇敢一点 你要坚强 你要努力 其实我们会知道 其实很多癌症病友 他其实只需要我们的一个肩膀 我们的一个拥抱 他的眼泪能够释出 他就能够释放他的某些压力 那所以事实上是所谓的陪伴技巧 同理技巧 这个是需要是学习的 是 陪伴技巧跟同理技巧 这个部分我们基金会 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可以去咨询 或者是去 可以 因为癌症希望基金会呢 我们里面在服务的同人 我们只主要的是有护理师跟社工师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一个 就是从刚开始 就是还不甚至是没有到真正确诊病人 之前面的彷徨 一直到确诊之后 我们可以陪伴他们走这一条路 这个是基金会本身的一个使命 那除了说是给他们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身心上的一些陪伴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医疗上的建议 或者说转介 比如说你可能这个怎么样去 想要去育后好一点的话 怎么样的一个照顾的方式 我们也会有一些医疗上的建议吗 会 我们的最主要我们是在协助病人 就是在他在这个治疗的期间 他对于这个照顾上面的话 他的疑惑 因为我们会常常发觉 有些病人可能他是因为不放心 因为有时候在看医师的过程 可能医生也许解释的时间比较短 或者是因为病人在很彷徨的时候 他在听别人的讯息 常常会接受的只有片段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工作 我们就是在协助病人 能够把资讯获得完整 而且能够教导他们 如何跟医生之间 医疗团队做沟通 因为我们会发觉 病人常常最后就会担心说 他要转院不转院的问题 并不是说他真正不信任医师 而是他获得的讯息不够完整 所以我们基金会很重要的话 其实要协助的是病人的这一部分 没错 的确 基于这个基金会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的一些提供 让不管是癌有自己本身 或者是癌症的家属 癌症病友的家属 都可以让对一起 大家一起认识更多 一起来对抗这个癌症 让这个生病的家人 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 一个就医的环境 跟就医的这个医疗的一个品质 所以就能够战胜癌症的几率 去大大的一个增加了 是没错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癌症希望基金会 并有服务过的七级零部长 跟我们听众朋友提供 非常多的一个讯息 我们会在下次的单元当中 我们继续跟七级零部长 再来聊一聊 我们癌症希望基金会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谢谢部长 谢谢您 谢谢各位